這邊是有把它2db 2db 的話其實 主要就是你可以拿前面這邊 只要你有把那個 List 3 做出來 你就把前面這邊有沒有建立資料庫 其實從這邊 SQLite 一直到建資料庫這邊 資料庫部分的東西把它複製 然後再把它搬到這邊 這邊 SQLite 3 這個把它貼到這邊來 OK 就是這一段實際上是建什麼 建資料庫 建資料表 OK 再來的話就是下載資料 並且把它串成那個List 3 之後 底下其實就可以拿之前的 CSV CSV 這邊其實就是 一樣 Cursor.q 這邊全部 一直到 Slay 也可以把它 Slay 出來 把它複製一下 一樣就可以把它貼到這底下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就OK了 這個 printer 就不要了 所以你會發現把 Jackson 丟到資料庫 就跟 把 CSV 丟到資料庫 是一模一樣的 弄一下 應該理論上不太需要改什麼 OK 其實也不用改了 反正你就把資料庫那一些 把它加上去 執行一下 理論上呢 應該就會把結果再把它 Slay 出來 不過他就是先抓 然後先丟資料庫 然後再把它 Slay 出來 OK 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當然請各位要練熟啦 未來的話 你所有東西要做報表 你都要先把它丟到資料庫 所以資料庫這一段要很熟 那有些東西如果 固定的我有時候會偷懶 反正就複製貼然後再來改 你要 至少你要知道複製哪裡 貼到哪裡 要貼的位置 要連貼都貼不對 那一定會產生錯誤 所以一層一層的 OK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 to csv 的話 那 to csv 的話 這邊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們就不能用 不需要用什麼 串成 list 所以這個 list 三 其實就可以拿掉了 但是我們需要什麼呢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把它變成一個 一個文字檔 應該說是一個字串 再把它 write 出去 所以前面我們有講過 fw 等於什麼呢 open 一個檔 如果你要 write 出去也非常簡單 open 然後後面括弧有沒有 那我這邊就是給了一個檔案 比如說我就是叫 pm 25 -csv csv OK 後面的話就逗點 給它什麼一個w 這樣就ok了 意思就是我先開一個檔 我要丟 丟的話呢 我勢必就是需要怎麼用fw 裡面有個方法 叫點write write什麼呢 就一個字串 不過這個字串目前不存在 也許叫s吧 OK 可是問題s在哪裡 沒有 其實s就在哪裡 就在這邊 這個 list 三就不用了 其實就是怎麼樣 我們需要把什麼 把這個 這個 所以這邊的話 這兩行我先把它註解掉 理論上就是要把這個s產生 那再把它write 就大功告成 可是問題 我現在如果 這邊把它print出來 你可以看到目前的話 它是個串頁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我需要把這個串 需要把這個串頁 再把它怎麼樣 分別拿出來 ok 拿出來之後做什麼呢 把它 這些 全部 轉成 自串 然後呢 串在後面之後有沒有 就跑個回圈嘛 所以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把這裡面的所有的東西 一個一個for each in 這裡面的東西做什麼 然後把它抓出來 然後串接 中間加豆點就可以了 OK 所以要怎麼樣 把這邊 再轉成 一個 文字 所以這邊注意 就是把這些全部 變成一個字串 write 出去 就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請各位思考一下 有沒有辦法把上面那個lnv OK 把它全部串成一個字串 再write 出去 那json to csv 就大功告成 OK 想想看好了 應該 有印象吧 這個我們前面有講過類似的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另外如果有時間的話也可以試試看 把那個json to db 就是json把它丟到資料庫裡面去 關鍵點就是 你要把串列 把它丟出去 變成字串 然後再利用那個fw這個物件 幫我把它write 出去 這樣就大功告成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發現 那個python真的還蠻方便的 兩行就寫檔 有沒有 先告訴他檔案在哪個位置 然後再把它write一個字串給他 就OK 不過他基本上是要一個串 一個串列 一個一個字串 你不能給他一堆的串列 他就沒辦法接受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幫他做一點事 什麼事呢 就是幫他把所有的串列 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取出來之後 然後把他中間加豆點 對豆點隔開之後呢 然後最後 一行結束還要換行 有沒有 那換行之後的話呢 還要 再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這個輸出到檔案去 這個怎麼做 所以最後結尾就長這樣 那我是用ysail開啦 其實這邊另外額外好處就是 他直接ysail就可以開 OK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我先把這個 這個先關起來 這個檔案先刪掉 答案其實盡量也就 先不要看答案 然後 自己用想的 如果自己想得出來 那恭喜你 表示你應該是OK的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大概 來看一下 我先把這些先刪掉 我們剛剛從那個 LV這邊開始 print LV 然後 這個先 這個S 這個先把他關起來 OK 然後把他 執行一下 裡面原來就是一個一個的串列 那我需要做什麼呢 我需要把這一個一個的串列 把它抓起來 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做什麼呢 中間加豆點 因為CSV本身是要豆點 割開 OK所以我的寫法在 1 我要先輸出什麼 輸出上面的標題 因為他這個 得到的東西裡面沒有上面的欄位標題 所以 這個可能要先產生一個 串列 一個 一個字串 字串裡面呢就放什麼 放那個 總共是什麼 撤站 名稱 跟那個縣市名稱 還有什麼 懸浮力的濃度啦 還有建檔的資料 最後好像還有一個單位 OK 所以這邊的話 好像少一個 豆點 然後這邊一個單位 OK 所以這邊的話 再加一個單位 OK 最後記得喔 要把它換行 因為 它一行結束你要換行 如果沒有換行 它變成接在後面 好 所以上面就有了嘛 那第二個要做什麼呢 把它 這個一個一個取出來 所以這個一個一個取出來怎麼寫呢 就是在底下再寫個回圈 一個一個取出來就 for each item 也許 名稱 變數名稱叫item 印 在哪裡呢 在這個lv裡面 所以這個lv裡面 冒號 Enter一下 意思就是說我把 那個這個裡面一個個項目 比如輪背 先放在item裡面 再換下一個 雲鈴 再換下一個 OK 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做什麼呢 把它串接 串接 上面有一個s 所以s 加等於 或是s等於 s s等於s加 s加等於什麼呢 再把這個item串在後面 然後呢再串一個什麼呢 串一個斗點 因為每一個後面要一個斗點 每一個後面要斗點 全部跟我串對不對 那串完之後特別注意喔 每一個 一個 這個 串列的最後面要換行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還要Enter一下 其實跟那個九九層發表有點像吧 九九層發表不是最後要換行嗎 所以在這個回圈 前一個階 做什麼呢 s 加 等於 再串一個什麼呢 換行 應該看懂這個意思 OK 好 我們已經把s給串完了 那最後呢 把它print print就上一些 prints 如果s裡面的東西OK的話 那表示應該沒有問題 知情看看我OK 這是我們轉出來的 看一下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 上面這個printlv這個應該可以拿掉 否則上面都要print這一次 理論上下面這個東西看一下 測量名稱有換行 有換行 都有了 但是多一個東西 最后面好像多一個 逗點 那這怎麼辦 要不就是你在回圈裡面 檢查是不是最後一個回圈 最後一個 如果最後一個就不要加逗點 這是方法一 可是感覺好像有點麻煩 你要多一個邏輯判斷 後來我想到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我們前面不是有交過一個叫strip strip 是去掉前後 的哪一個字 我要去掉逗點 那你就可以 這好像比較簡單 因為用邏輯判斷你還要判斷最後那一個 那我怎麼知道最後那一個 我要用 它的總共幾個 然後呢 確定是最後一個 那我就不要加逗點 那我覺得寫好像回圈裡面要寫 好像沒有strip來的簡單 所以我最後選擇用strip strip怎麼寫呢很簡單 在這個回圈 的上面 等於是那個換行要加之前 s 等於s 電 s這個一個字串 它一個strip 就好像前面有寫過strip 然後呢 刮符之後裡面加什麼 這個逗點就可了 好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 那個前後有逗點的都幫我拿掉 那中間不會拿掉 strip呢只會針對前後 前面還有沒有用過嗎 OK有印象吧 這strip還蠻好用的 好那這樣子試試看 strip看看OK有沒有把它strip掉 執行看看OK 好執行 結果OK呢 好出來了應該OK的 所以它的逗點就不見了 好 好那最後的關鍵時刻 所以已經轉完了 所以等於是 jason已經轉成字串了 最後再把字串怎麼樣 寫到檔案去 OK所以其實喔 以後寫真是記得要分階段 不要野心太大 一次想要把它寫完 沒這回事的 OK 你第一段先OK 在第二段 而且要熟 像這些東西其實看起來還是沒什麼 但是你要熟也 OK 而且 回圈裡面還有回圈 所以有時候 那個 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你有 一圍正列你就要跑一個回圈 如果二圍正列 你就要跑兩個 如果三圍正列你就要回圈裡面還有回圈 for each的寫法 好那最後的話呢就是怎麼樣 再把它 用那個right出去就剛剛寫這兩行 這樣子的話呢 printer其實你要不要printer沒關係 反正我們一樣printer 最後的話呢就把它寫到哪裡呢 寫到這個檔案裡面 那因為呢我沒有 指定哪一個磁碟機 有沒有 或者哪一個幕幕他會寫在 跟幕幕底下 如果你未來要寫到別的 尺碟比較低冒號斜線 也可以 他也可以寫到其他的尺碟去 那我就直接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 這樣就寫出去 而且printer出來 OK 那最後的話你就是什麼 重新整理一下 這邊 你就到那個source這邊重新整理 SRC按右鍵 重新整理或按F5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 PM25的一個CSV在這裡 那點兩下 打開來看一下 看到結果 OK OK了 就是一個什麼呢 CSV打 當然你將來如果你要直接給人家你就丟給他 你就叫他用Excel開就好了 那不就等於Excel 沒什麼問題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應該沒問題吧 我再把重點提一下 1 就是在這個 LV底下 把它逐個逐個的 抓出來之後 再串接加豆點 最後的話呢 把最後那個豆點拿掉 然後並且加一個換行 最後把它printer出來 然後呢再利用寫檔的方法把它寫出去 所以剛剛總共增加了 就是這兩行之外 又增加了1234 5行 7行而已 不多 畫面先還給各位 沒有沒有切 各位看 我待會一樣 我會把這個程式 貼到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這個叫做 傑森轉CSV OK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網路上 我看一下好像也沒有 太多人分享 不過網路上有一個雲端服務就是 你可以丟一個CSV上去 他會讓你下載成 丟一個json他會下載CSV 如果丟一個CSV他會下載 他可以幫你轉格式 但如果你 不需要啦 你就自己轉就好了 OK 試一下 OK